大家好呀,我是花猪 本期是任的超强培养攻略和抽取建议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开始前让我们把抽任不歪打在宫屏上 同时未想抽的角色武器积攒欧气版 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 祝投币的朋友出角色武器 祝三人的朋友直接满命满精 抽到任后,先提升角色和光追等级 然后点固定天赋,资源少的朋友 一气可以先加到12级 行技优先点普攻 因为任的主要输出来源 是开战绩以后的强化普攻 这也让任成为了消耗战绩点很少的输出 终结机会把血量变成最大生命值的一半 低加高减 天赋被动造成伤害的同时还能回血 任的仪器 推荐1.2新增的保命长存和繁星竞技场 衣服高级爆伤 为面球封属性伤害 鞋子和绳子生命 当然停转的萨尔索图也是很不错的 大家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就行 至于任的生存能力 大家不用担心 在一般情况下任的血量在7000左右 开大以后和其他输出角色血量差不多的 所以不刚需罗刹 任何治疗都能乱上 同时由于任的输出机制 可以保证队伍的战绩点比较充裕 不用担心其他角色没战绩点用 光追方面 到不了的彼岸最好 不过不推荐林克和月卡玩家抽取 有多余的心穷还是留着抽后面的角色吧 角色越多打混沌 回忆配对才越多 至于其他光追的优先级 我已经为大家标记好了顺序 实在没有的朋友可以用三星的 至于抽任还是卡夫卡 这真的是看大家喜欢谁的 任的优点非常明显 战绩点消耗少 配队非常灵活 可以配合其他输出角色 打出更多伤害 新人朋友无论抽任还是卡夫卡 都可以搭配出队伍 这上面的角色都是比较容易获取的 后续看情况再抽五星角色即可 至于有警员希尔清雀的老玩家 抽谁都一样 有这三位就能打混沌了 花珠拿混沌第九层做一下演示 上半间是没有雷和量子弱点的 但是警员希尔配合其他角色一样可以强杀 五星角色都是零星魂的 其实星铁这个游戏 只要抽到二到三个强力主C和一个强力奶妈 就可以打通混沌回忆了 因为有这些角色 以后抽卡池就是看自己的喜好了 培养完成伤害足够以后都可以不看弱点强杀了 后续有什么原神星铁弗利对话码攻略 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没关注的朋友只要点个关注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了 最后希望还没点赞投币 收藏的朋友可以点一下支持一波花珠 真的万分感谢了